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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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确实考虑清楚了 想清楚了 不过呢 新的民法店有一个 关于三十天离婚冷静期的规定 我需要给二位普及一下 你送我的东西还没带走呢 我送给过你什么 都是你送我的 情人节的红酒还在柜子里 还有你送我的迷你包和香脸 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认了吧 童刚 我们俩在一起 错了吧 陈年人不分对错的 只堪利弊 冷静一下挺好的 感觉 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gjorde了 别 intertwined 你去就对了 去了才闪了 你再扶过来 你让我过来就回来了 妈 要不然 你先帮我铺垫铺垫 我怎么铺垫啊 你们仨被褥 我不是有个群吗 就在群里 先把我妈一顿 然后你再说我生病的事 行吗 那你试试 明宝 我 我是妈 我跟你说吧 我觉得你特别辛苦 真的 我跟你说话都不好意思 你说我儿子杨真 你说那么大个男人 他太不像话了 太不会体贴人了 是吧 都是他的错 我跟你说吧 你 不过呢 他 他 其实他 他也挺难受的 真的 他 我 他都病了 知道吗 他发烧 烧得很高 退都退不下去 明宝 你就回来吧 你就那什么 就看着妈的面子 行不行 求求你了啊 我说的是真的 要不信我给你拍张照片 你等着啊 等着 我把药也拍上 别动 我给你拍张照片 不敢了 你看一看 挺好 老婆 都怪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补干 所以长大了以后才确信眼 我罚我自己规键盘 你要是觉得规键盘不满意的话 我就去规电子秤 我好 摄出晓托和加班小沈的爱情故事还会更新吗 老婆 老爸 要不然 我去给你买臭豆腐吃吧 老爸 臭豆腐得趁热吃 在现场吃 要不然这样吧 我现在就去臭豆腐店等着你 你赶紧过来 我们两个说好了啊 不见不散 老板 啊